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魔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大馬尚馬來勁 各位好 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魔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蒸香煲和三台西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當然要講一下英國的事 BNO組說 近來我們就要向 當日7月1日走去經貿主放煙那幫人 拿著龍師旗走去看英國波那幫人 祝他們好運 放煙,我問那些土著朋友 澳洲那些土著都是會這樣的 就是驅邪靈啊 結果呢 他就問這幫亞洲人是不是驅邪靈啊 給那些片給他們看 他說這麼有趣的 他們都驅邪靈 我說不是,他們自己就是邪靈啊 什麼都黑髒髒的 就是講到好像 好像那些華人那樣 那至於龍師旗 那就簡直搞笑了 人家英國波那應該是英格蘭十字旗 你又哪知龍師旗 人家認識你的鐵嗎 真是 不過 有國家隊的感覺 他們說 哎呀,真是作嘔 你呀 那本護照 隨時人家趕你回去 都說國什麼家隊啊 那個Visa留下而已 國家隊 真是好笑 是啊 真是高羅雞 連這樣都知道 看一場球 他怕被人遺忘 沒辦法的 記住那句 我們最怕是被人遺忘 對不起 是遲早的事 沒辦法了 是啊 那好了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過去24小時 就是阿金武壯 這把口真的鐵批來的 新增的英國新冠國診數 已經到了51,870例 比7天同期上漲34% 是連續3天破紀錄 因為先兩天呢 由3萬6千多 哪都過4萬 4萬就到4萬8 4萬8 今天就到5萬1 那應該 真是破了紀錄 嚇到人 完全是嚇到人 而過去42小時 不在這的人 又新增了49例 單日住院 單日 在7月12日 有717日 在7日期上升了43% 但是 你已經預算了 你已經預算了 你想一下 歐洲會這麼highhigh 就沒辦法了 是吧 就是highhigh 爆到highhigh 爆到highhigh 但是不要忘記 現在還沒到達 金毛莊鐵批的一半 金毛莊是鐵批十萬的 一日會 他現在不過是五萬一而已 其實現在才到一半而已 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一段時間 拖一段時間 就是跟我今早做節目一樣 印尼的總統都說 可能會十萬 我都不懂怎麼說 有一件事 他們說 有好事發生的 什麼好事 我們的感染率 有微弱的下降 上個星期 是1.2到1.6 就是一個人傳你1.6個人 這個星期計過 是1.2到1.4而已 是放Delta漏的 是啊 我都不懂得說 見到這樣的情況 而現在呢 其實他說的數值是差0.3 原本西北部最厲害的地方 現在變成傳染值最低 就由1到1.3 現在變成東南部倫敦一帶 就變成1.3至1.6 不過 今天他們那個首席 英格蘭首席醫療官 阿威梯教授就說 現在的數據 巴巴聲聲 英格蘭可能幾周之內 就會面臨再次封城 封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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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第三波疫情 這樣說 不過你說到7月19號 你開硬的 那怎麼辦 剩下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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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都說過 有1200個科學家都出來罵 你7月19號開什麼城 你們這樣做是犯罪 這樣說 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那位賈偉德先生 他講得明我們是不會太陽 巴基斯坦裔那位仁兄 是啊 我們曾經出過一節說過他 唉 想起都怕怕的 就是 想不到管理好好的 我想一下英國管理打疫苗 算是接種得這麼高 都是散散的 是太散 就是他們是一個正面的教材 原本可以變成 現在就淪落到做反面教材 就是可以說不要以為打了疫苗 他們仍然都是這樣說的 很多都是沒有打疫苗的人而已 這樣說 但是那位醫療官 首席醫療官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這樣說的 我不覺得我們低估了 這件事會變得更加麻煩 我們在疫苗接種上面 是拿到一些好的成績 但是未走出群境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個不僅是英國的問題 還是全球的問題 而Boris Johnson 約翰遜金毛莊已經說 星期一一定會解放 到時候所有社交距離都會被移除 其實已經移除了 是吧 好 大家看看歐洲盃就知道什麼事了 他們的歐洲盃就等於 印度的大鬍子 是 那金毛莊呢 解封世以再必行 再拖就不會有更加好的時機 英國會 我們不再需要對這個新冠的疫情 迴避和封鎖 我們要對共存 共存下一個字 應該是否有個亡字呢 就不知道了 一定亡 怎樣都會涉及到亡的了 那只要不是他忙就可以了 於是就有個教授說話了 他說我們會密切監視著數據 如果不幸發覺疫苗的作用 真是不盡於人意 你打完你經國際的阿斯利康 然後你跟人說不盡於人意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就說未來英國五至八週 我們就會封城 我們現在牧場住院人數呢 仍然是高過二千的 那如果這個指數繼續生長 三個星期之後的人數就會有四千例 六個星期之後就有八千例 到了九月就會有萬六人 那有萬六人住院 那我們的死亡就會 這個指數式生長 所以我們所有人都要放慢腳步 慢慢來慢慢來這樣說 那其實除了新冠之外 現在他們的醫學 英國醫學科學院也是說的 除了新冠之外 有可能流感也都會上升 因為去年新冠的關係 每個人都病在家裡 流感的影響不大 但是現在由於他們的人回來 而流感也都會出現 那它這個叫做醫學科學院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由29位這些 醫學專家 組成的一份報告 就說大家要做好準備 如果不是可能會有 六萬個人 因為流感過身的 那他們估計呢 那根據我們的數學模型 今年公天可能有 一萬五至六萬人 因為流感不在 這個數字平時是一至三萬 五歲小孩以下的兒童 呼吸度的疾病 應該今年會增加25至65% 這樣 平常應該有兩萬個兒童 要因為呼吸度疾病 入院 一年 今年呢 是比較特別 因為積了很久了 那些免疫力會差一點 可能會有四萬個小朋友 會出事 到時醫院就不勝負荷的了 這樣說 那就是 他們說的是一般感冒的問題 不是這個新冠的問題 新冠就還新冠感冒就還感冒 至於這麼偷裝他們說的道理 為什麼現在當那些人是傻的呢 他們是這樣 他們是曾經說過的 現在爆了 那流感季節就可以單獨對付流感 他們是這樣想的 他們曾經提過一些這些謀論 有人是提過的 那麼其實到底它疫苗有沒有用呢 還是怎麼樣呢 我們講一講 根據英國衛生部的數據來說 4600萬的英國人是接種了一劑疫 大約是87% 3510萬人接種了兩劑疫 大約是66.6% 疫苗接種的人數其實是過了三分之二 那麼其實是很好的那條數 但是問題就是近來呢 就是想打的就打完了 剩下那些不肯打的或者遲遲打的人呢 就越來越多 比如我就慢慢慢慢降 在18至24歲的年輕人那裡 只有一半人是接種了 在三個星期之內接種了疫苗 上個星期只升了6% 即是說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 主要是年輕人 是不肯接種 純粹可能是為了鬥氣 認為我很強 打針都不酷的 想起這些白癡的東西 或者看定一些我怕死 我不信 可能很多人寧願信網上資訊 都不會去相信現實 人最大事是這樣 就是想相信自己相信的東西 尤其是年輕人喜歡爭氣 你沒辦法 所以會破壞了最終極的70%的人 獲得群體免疫的目標 所以其實他們的衛生局 今天向65萬人發短訊 是要敦促他們說 你們打完一劑之後 八個星期快點打第二劑 不要這樣 不要以為打一劑可以了 你們行不行啊 這樣勸他們 但是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說 我打了一劑可以了 你們搞什麼做什麼呢 有些人當然說 這些是騙人的 馬鬼煩 我是喜歡鬥氣的 是不是不行呢 你遇上這些人有什麼事 但是其實是不樂觀的 因為有一些醫生 其實現在就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醫生說 我們每天跟人打疫苗的時候 都有些人罵我們 我曾經試過有一個醫生 就打一些短訊 去給他們的人 找他們的客戶 你可以這樣說 那些小孩三十歲以下說 你們快點來打疫苗吧 不要搞亂了 那些小孩竟然回覆說 你不要理我了 為什麼我要跟一些致命性的 未曾經經過試驗的 這麼短時間 就做到的疫苗 打到我的身上 你就說殺了我 有一個統計 就是說 倫敦市有32個區裡面 有27個區的醫生協會 根據說 有三分一的員工 是因為發短訊 去叫市民 我是家庭醫生 我下面很多接觸過的資料 那些看過他醫生的人 那些跟他說 你們快點去打疫苗 結果就被他們罵了 我的自由呢 這樣說 而且現在越來越頻繁 這些白癡的事情 你要自由 無靈病 無靈死 是有一點點趨漲的 但是 你是找香港大圍的 都不行的 這種年輕人 就好像香港 那幫所謂年輕人 那種盲 那種偏執 其實是會影響到大圍的 但是 全世界都有三分一的人 所以是很麻煩的 而上個星期六 曾經有一輛疫苗巴士 打算泊在那裡 幫人流動疫苗巴士 結果是被一些所謂反疫苗的傻佬 圍著他 迫著要提早收工 所以現在其實英國 面對的問題 其實是跟美國面對的問題 可能是差不多 應該是差不多 就是肯打的大約六成多人 但是不肯打的有三成多人 就是這三成多人 最後就搞壞了大局 而那三成多人 是相信一些古古怪怪的東西 而造成 其實就是很可惜的 當然加拿大就好一點的 那些人沒有那麼蠢 溫和一點應該這麼說 加拿大人就溫和一點的 不是那麼容易相信一些偏激的東西 而且英國很多時候可能是 那些人生活得不那麼暢順 所以現在就更加 更加傻傻地 是沒有辦法的 那都是那句 確診數字 你的確診數字這麼驚人幾萬的 已經超越了印度 還不去打會不會太瘋了呢? 有很多他們是不敢打 有些是故意抬共 有些是相信 等他看久一點 有些人是故意去看久一點 是啊 在美國有個傻仔 我們遲下會說 美國有個傻仔 他家人打完 他媽媽問他為什麼你不打 他就說 我聽網上講 這些東西這麼快做好 信不過 等多幾年他成熟一點 我才去打 結果就倒進醫院 搞得很嚴重 我們遲下會說 究竟有多嚴重 我們等等會說一下 其實是網上的資訊造成 很多人是怕死 不肯打 但是沒想過你不肯打 你還死得快 是很諷刺的 但是人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那 是奇怪 我都不是很明白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都是那句 英國的網友 大家保重 如果是有黃人監聽著我們 你們不要抬貢了 有得打就打了 而且都祝你們好彩了 當日拿著龍斯奇 走了去看英國波亞的人 就小心了 那好吧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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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